按不见底的大沟深达三四公尺 消防员架了梯子下去救人 慢慢来 身体趴低 身体趴低 38岁男子从卡在沟底的轿车 脱困爬出 索性沟内没水 人很平安 当时就是天雨入滑 让男子连车带人 跌落高雄阿宫殿水库附近 山丘的大沟 连日大雨 屏东临边也已经连续淹三天 雨停了临边的台十七线 双向车道依然多处积水不退 马路上小鱼悠游 但民众生活可不悠闲 要去的走路久了 不是不久了 就要跌跌跌跌跌而已 老人家连续三天出路都得绕路 找没淹的路通行 像这位阿嬷更是不堪其扰 要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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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嬷的家还有积水没退 指着门边的竹筏 她花了一万元定制 因为前两天没竹筏就出不去 有资也有资 都没有资 有资有资有资 有资有资 这个没资过 就送去那边 那资有资 有资也没资 台十七线与国道三号交汇处 近年每逢连续大雨过后 积水都消退不易 居民充满无奈 大爱新闻南部正合报导 下居民充满无奈